欢迎来到黑白复复频道 我是目前 在今天内容开始之前呢 先说两个题外话 第一就是每年的三四月和八九月 是我的过敏剂 我有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结末炎 所以呢 我有一只眼睛肿得比较厉害 而且有些红 另外呢就是说话的这个鼻音比较重 所以呢请各位小伙伴多担待 第二就是 我有刮胡子了 那我因为是落腮虎 所以如果不刮胡子呢 脸上就就是黑臭臭的 看着特别脏 刮了以后呢就显得更胖了 那么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那上期讲了家藤之大的案子之后 有很多小伙伴互动和我说 自己在生活中呢也是比较内向的人 并且呢因为内向 也确实受到过一些排挤和一些相关的困扰 那今天的确认清闻呢 我给大家找了两个小案子 也是关于不想和其他人产生互动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伪装 2017年西班牙的一个媒体报道称 西班牙马德里一个叫卡门的女人 她在28年前告诉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自己的眼睛呢因为手术失败将会永久失明 并且从此呢就真的以盲人的状态生活下来 而她的这个丈夫呢 就一直在她身边陪伴她照顾她 但她身边的朋友啊有很多都在质疑 就说她其实是难看得见的 而且她丈夫自己呢也说 就是多次啊看到她偷偷的在看电视 而且呢她虽然说自己双目失明 但是每天呢还会化妆 而且呢化的特别好特别漂亮 但因为是她丈夫嘛 所以呢就没有深究她的情况 每天呢就还是陪伴她照顾她 但是她身边的其他朋友呢 却不断的在质疑她 直到了2017年 已经57岁的卡门呢实在是不堪重负 于是呢坦白自己这28年是装侠的 那卡门自己说 我呢不擅长社交 每次走在路上看到熟人啊都要停下来打招呼 这对我来说太麻烦了 所以与其这样呢我不如装瞎 这样呢我就不用离任何人了 那这个消息一出呢 她身边的所有朋友就全都震惊了 虽然大家一直也怀疑她装瞎 但是为了能不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几乎半辈子的时间 就是伪装成一个盲人 这样大家呢也确实是非常震惊 然而等待卡门的 除了和家人朋友的关系的修复 还要面临一大笔的经济赔偿 为什么呢 因为这28年间 她以盲人的身份 一直在领取社会的这个补助 以及一些私人护理的这种福利待遇 那这个案件我看到之后啊 真是哭笑不得 并且呢 我觉得我严重的怀疑她不是真的 原因呢有两点 第一就是因为自己不想跟熟人打招呼 所以就装瞎将近半辈子 就怎么可能呢 而且她连自己的丈夫家人也都要瞒着 她丈夫每天跟她这个同窗共枕的一起生活 然后28年都没有发现 所以这感觉不太现实 第二呢就是关于最后的赔偿问题 那国家给一个残疾人这个发补助啊 有各种的福利待遇 你都不验证一下他是残疾人吗 像中国我知道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残疾人需要去指定的医院去认定 还要认定你的伤残等级 然后国家会发残疾症 才能够享受相应待遇 所以就感觉不太真实 于是呢我就到各处去找这个案子的出处 最后呢我在人民网找到了这个相关的报道 人民网呢是人民日报的媒体 前身呢是人民日报网络版 所以理论上这上面刊登的报道呢 应该不会是假新闻 于是呢我就还是采用了这个案件 那在此呢也像准备在弹幕给我发 都是你编的 连张图都没有 就听你一个人瞎讲的小伙伴 做一个澄清解释 这个案件的出处呢 我都是会去找一下的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它之所以能引起网上很大的这个轰动 也是因为它暴露了一些 我们当代年轻人确实遇到的问题 就是关于无效社交 就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花时间 花精力去维系的一个朋友啊 到最后其实呢也没事不怎么联系 最后呢就变成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甚至有的时候呢 连点赞都不会互相点 就属于那种你删了吧 又挂不住面 觉得不合适 但是不删呢 又确实可能这辈子也不再联系的 就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呢这个案子我觉得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挺有意思的一个案子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 真正能够去分享你的喜悦 分担你的痛苦 这种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可能这样的朋友不会很多 但是有就足够了 那在找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啊 因为视频内容太短 所以为了错够一期视频呢 我就去找了找相关的报道 结果呢就找到了下面这个案子 但不是关于这个社交和友情的 而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 有报道称 在美国康涅迪格州法院审理了一个这个老夫妻的离婚案 而离婚的原因呢 是84岁的丈夫道森 不想和80岁的妻子多罗西多说话 所以装聋作哑了62年 那根据妻子多罗西说 在与道森结婚的60多年里 我一直以为他是聋哑人 为此呢 我专门去学习了两年的手语和他沟通 我当时就有点怀疑 因为我熟练了手语还是没办法和道森沟通 他说呢是自己视力不好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的太傻了 道森和多罗西就在这场无声的婚姻中呢 生活了62年 他们呢孕有6个孩子和13个这个孙子孙女 而全家人呢都以为道森是个聋哑人 而道森的谎言是怎么被戳破的呢 多罗西说 道森的谎言被戳破 是因为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视频时 无意看到了道森在酒吧唱卡拉OK的视频 我才明白了这一切 那在法庭上呢 道森就表示 我是个不太见谈的人 而多罗西的性格则是喋喋不休 说个不停 而我装聋作哑是让他不那么过躁的唯一办法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60年前就离婚了 所以我不是欺骗 而是在维系两个人的婚姻 但是多罗西表示 完全不能接受丈夫这个将近半辈子的欺骗 于是呢 执意要求离婚 并且要求赔付自己精神损失 一半的家产 以及相关的赡养费 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 这老两口也挺有意思的 那在此呢 我们先抛开案件的内容不谈 先澄清一下 这个呢 是一则假新闻 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呢 是一个叫做世界新闻日报的网站 而这个网站呢 在此之前啊 就刊登过很多 什么离奇故事啊 八卦文章啊 就这些 而且呢 都是假的 并且呢 在这个网站的下方 还特意有一条免责声明 说网站文章里提到的所有人物均为虚构 所以呢 这是一则不折不扣的假新闻 那么真假既定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故事本身 那大家觉得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那这个老爷子到底有没有错呢 那这里呢 我说一说我的看法 这个老太太知道老爷子是聋哑人 然后呢 依然选择了和他在一起 并且为了他呢 去专门学习了首语 为了和他能够沟通 并且不离不弃的一辈子下来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一点上来看 老太太呢 是绝对爱着老爷子的 第二 老爷子即便这么不喜欢他的过躁 但是宁可自己装聋醉啊 一辈子 也还是选择了和他在一起 然后用一辈子的聋哑 去规避掉了自己女神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这也算是真爱了吧 当然既然知道这个是个故事 我们也就不用去考虑 这个所谓的逻辑性的这些问题了 希望大家呢 无论内向还是外向 都能够交到知心的这种好朋友 可以减少无效社交 降低自己的内耗 同时对于那些陪伴自己一辈子的人 生命中无可取代的人 比如父母啊 爱人啊 还是应该多沟通多交流 避免隔阂和误会 我个人的经验是 外人啊 其实是很难让自己动气的 因为你在外面 无论是这个 有多少不爽啊 或怎么样 你都可以发泄 你可以骂他 你可以打他 你可以怎么样都行 但是关起门来 自己的家人 如果之间产生了矛盾 你一不能打 二不能骂 谁受伤了 你都比他们更心疼 这种时候呢 你就只能自己憋着 两败俱伤 所以与其是这样 我们不如开诚不公 和生养自己的爹妈 有什么可这个 不好谈 蛮不好意思说的呢 掰开了讲明白了 其实很多事也就过去了 而和自己的枕边人呢 关上灯 你们可以赤身相见 打开灯 你们同样可以坦诚直言 互相磨合 视频的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我一直觉得 特别好玩的一个笑话 说有一对老夫妻 九十多岁了 一辈子呢 一直在一起 特别的恩爱 同时也特别的善良 他们的这个故事呢 就感动了一个天神 于是有一天的这个天神啊 就这个显胜了啊 到他们家见他们俩 就跟他们说 我呢 观察你们好几十年了 觉得你们特别恩爱 这可真是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那作为奖励呢 我决定满足你们三个愿望 这老太太一听就说 嗨 我们就是普通人 过了普通的一辈子 这有什么可奖励的 你就过日子呗 天神说 不不不 我认真的啊 你想一想 你这辈子 有没有什么遗憾 或者想做的事情 我来满足你们三个愿望 老太太想了想呢 就说 嗯 要说遗憾的话吧 就是这一辈子 跟我老头啊 就一直在这个小镇里生活 也没出去看看 如果还有时间呢 我们想这个周游世界 天神一听 这太好办了 于是呢 一打响指就出了一大堆飞机票 然后就跟他们说 拿这个去坐飞机啊 想去哪去哪随便拽 来说下一个 老太太一看这些机票啊 就乐了 就说 嗨 那你说有机票了 我们没有积蓄啊 这一辈子穷穷苦苦的 那吃喝住不都得花钱吗 你光有机票哪也去不了啊 天神一听 太好办了 啪 一打响指 结果掉一下好多钱啊 金子啊 各种金银财宝 说你们拿这个啊 拿着机票去玩吧 来再来一个 还有第三个愿望 老太太呢 就说 哎呀 这真的已经足够了 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 让我老头说一个吧 他还一个都没说呢 然后我去收拾行李 于是老太太呢 就跑了 去收拾他的那个行李 老头呢 这个时候 一看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于是呢 就往前走了两步 跑到天神的身边 小声的说 说 真的是什么愿望都能实现吗 天神说 那当然了 您随便说 只要您说出来 我都给您实现 这个老头呢 犹豫了一下 就说 其实说实话 我这一辈子吧 这个从一开始啊 跟了我老伴啊 一辈子奔奔奔奔的在家里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 这个找一个年轻漂亮点的小姑娘 当然了 我现在这岁数了 我也没有特别多的奢求 如果您真能给我找一个年轻点的姑娘呢 都不用特年轻 哪怕比我小三十岁都行 这天神一听一脸比 就是说 你确定你要许这么个愿吗 老头一听说 我如果许这愿能实现的话 我确定 天神叹了口气说 行吧 于是呢 一大响指 天神就不见了 老头正在迷茫的时候呢 一回头 发现老太太变成六十岁了 视频的最后呢 我祝愿大家都可以遇到对的人 珍惜彼此 珍爱一生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慷慨三连多赞弹幕评论 私信与我们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远世界和平